第十九届杭州亚运会象棋个人赛第六轮上演了巅峰对决 是由红方六脉神剑赵新新对阵黑方越南起王赖里兄 开局红方选择中炮 黑方跳马 红方马尔进三 黑方出狙 红方选择了七兵系列 再选择马八进七 黑方堂堂正正 红方选择横狙 走狙一平四 黑方走巡河炮 准备要对阻 此时红方布阵五九炮 黑方走进炮风区 以上都是流行的布局下法 此时红方如果选择窝心马 这个下法比较稳健 黑方可能会选择对阻 这样让黑方巡河炮的威力得以实现 以下红方吃过去 黑方就打过来 红方越马踩炮 黑方有一个回炮的旗 很是巧妙 下不齐要平炮打狙 如果红方进狙 黑方可以骑河抓马 这个马不好处理 因为如果你马五进七 人家要打相 所以黑方有反线之势 实战当中红方走马七进六 是非常具有对抗性的下法 看黑方如何选择 此时这个局面下 黑方不能软 如果走进炮去逃避 那红方可以踩进去 将来近距压向眼 黑方很难办 所以在这个局面下 黑方不能手软 直接选择打兵 红方吃 黑方打相一枪 再选择吃 红方走平局顶住 非常的必要 否则黑方的炮直接下底 将形成未来的炮碾单杀 在当前局面 黑方有多种选择 如果选择冲足或者是拐脚马 那么红方都有退局吃炮的起 所以实战 黑方选择炮七平九分边 也是非常有威胁的选择 下到这里 对于红方来说是一个挺大的考验 红方此时显然是不能平局来捉炮 否则黑方可以平炮打局 立刻红方就要大亏 所以这里不能平局捉 看起来好像踩中足不错 但这个下法也是不理想 黑方可以有一个冲足 下不起拂有炮八平三打相抓局的起 红方也是陷入被动 所以这个局面下官子是走马三进四 赵欣欣实战也是这么走 那么黑方接手冲足 红方就继续跳上去 一是继续向前冲 其二也是要挡住黑方的炮 不让对方炮八平三得以实现 当前局面 黑方有多种选择 最不能下的走法就是炮八进一 看起来好像打马是一个先手 但实际上是一个假棋 因为红方可以跃马上去 你不敢打马 否则呢 人家卧槽一将 鞠就丢了 所以此时黑方是不能够选择进炮的 那么其他的三种种法都是可行 实战当中黑方走的是 G八进一 台局准备将来G八平四 红方此时如果选择平炮打 意义不大 那黑方可以横足 你还是不敢踩 否则黑方还是要炮八平三打相 所以实战呢 赵欣欣选择炮打鞭足 是非常不错的选择 黑方按计划 平击桌 红方在这里又有多种下法 本局棋呢 是非常的复杂激烈 如果红方选择炮打中足 这个变化呢 非常的复杂 我们简单摆一例即可 红方此时可以考虑前马进四 或者考虑后马进四 亦或者选择平炮 我们摆一个平炮吧 如果红方平炮 显然不理想 那黑方呢 可以把你的炮给吃了 有的齐迷会说 那红方岂不是有一个进马吗 这边要打你的鞠 你又不敢吃我的马 否则我卧槽要杀棋 但黑方有一部平炮塞住 好像红方可以将军 再选择跳马呢 去拉死黑方的鞠 起料黑方有一部马武进四 精妙的化解 那红方呢就要大亏了 黑方大占优势 这个下法呀 应该说呢 非常的复杂激烈 所以呢 赵新兴特大实战 没有选择炮打中足 那为什么没有选择前马进四呢 因为这样下 双方大交换之后 太过于简化 想迎起也很困难 所以呢 红方在这个局面选择了折中的下法 炮五平六 这样的平炮先守住 此时黑方比较直观的走法是足五进一 但黑方没有这么下 选择的是炮八进一 当然这步棋呢 也可行 红方退炮守住 当前局面 黑方就简单打了 或者是居四平二 其实呢 都是比较稳健的走法 双方基本军师 可惜赖里兄在这里呢 发了一个小小的失误 居四平六 这个居呢 把自己的项眼给塞住了 虽然看起来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但实际上是埋下了隐患 也就是说呀 这步棋呢 为未来的发展埋下了祸根 红方此时可以直接踩 那为什么没踩呢 因为黑方可以简单交换 再选择越马灯霜 那么红方只能踩回来 给炮伸根 黑方再选择平居 那么将来呢 居马炮足 四子归边 红方如果防守不大 压力还是很大 所以赵欣欣特大 一看啊 这个棋呢 强行吃下去 会有隐患 所以呢 他先选择平居 把这个炮呢 给他抠走 然后再选择踩相 我们可以欣赏 新特大的 这样一个大局观 先把自己的底线问题解决 然后再踩到你的相 就没有刚才的问题了 在这个局面下 黑方依然是有多种下法 赖礼兄呢 选择简洁的直接交换 也是非常得当 此时怎么处理红方的宗马呢 黑方如果选择禁居 显然是不行 因为呢 可以沃曹将军 再选择出居 准备禁居叫杀 这个棋啊 前线黑方只有狙炮 是不成棋的 所以实战当中 赖礼兄选择马而进一 也是非常正确的下方 当前局面 红方不宜 平炮去打马 否则呢 这个棋啊 将来换掉之后 容易成河 红方没有太多便宜 所以在这个局面下 红方走前炮平武 非常得当 先通过叫杀 逼你黑方不是之后 再选择平炮 这里呢 大大增加了 黑方出错的概率 在这里 黑方正确的走法 应该选择G608 牢牢的控制住 黑方的这样一个中路 把红马困住 那么如果你打掉我 我就飞掉你 这里红方也只能啊 去打马交换 双方呢 争取议和 如果选择贸然打相 黑方阳势一别 这样呢 黑方反而主动 有过格足 而且兵种还好 其实啊 感觉这个棋呢 并不是很难 但赖里兄呢 经过长时间的作战 也是没有顶住 在这个局面下 走出了本局的转折点 也是一步漏招 输的根源 主要就这步棋 进居 那么黑方进居 显然是忽略了红方 卧槽马的威胁 这样一将军 黑方啊 就难办了 此时这个棋啊 非常的巧 巧在哪呢 就是黑方 如果后悔了 想退居 这个棋 恰好不行 因为红方 可以直接打你的马 你不敢吃 否则我正好呢 有一个进袍打死局 黑方就非常的尴尬 所以这个棋 人家握你呢 你只能出将 赵欣欣 后续手段 拘一进二 这步棋啊 是卧槽之后的点睛之笔 有了卧槽马 必须有类拘的配合 现在直接把局抬起 即使你炮打中兵 我也选择落势 不会挡住自己的拘 黑方现在就太难处理了 我们来分析 这个棋 黑方可能的下法 显然你退居 还是不行 跟刚才思路差不多 我一将军 再选择打马 你还是不敢吃 否则我还要打死你的局 所以不能退居 那如果选择平炮呢 我依然是炮五退三 还是要平炮将 黑方还是难以招架 所以在实战当中 黑方选择的是进马 先把这个编马的问题 给解决 但是治标不治本 不能解决根本问题 赵欣欣 平居一将 你只能平炮C柱 还是选择炮五退三 准备要平炮 其实红方的攻法呢 非常的朴实乌华 就是利用卧槽马 类居类炮 但是你黑方就是防不住 此时黑方选择进马 不让红方炮五平六 但红方恰好可以平炮C柱 黑方刚刚好防不住 此时赖利兄没有办法 只得赶快回防 当红方平炮 就上老将 硬去防守 此时红方已经占据巨大优势 牵制住了黑方 赵欣欣非常淡定 选择上一手试 黑方无奈 整得越马 红方此时先退一手炮 下得非常细腻 为将来的进攻 埋下伏笔 不让对方的马 总是咬着自己的炮 将来甚至可以考虑 炮七再退一 然后直杀对方的炮 再平炮形成杀棋 黑方此时如果选择回马 红方简单躲一躲就行 这个棋啊 吊住你 将来红方甚至可以深居 再平炮 然后强杀你的内炮 黑方也是难办 实战当中选择仰角士 估计黑方呢 已经无心恋战 败事已定 赵欣欣抓住机会 直接平居较将 要求抽居 黑方不能丢居 只能垫上 红方平炮 威胁打死居 黑方没有办法 为了不丢居 只能是把马塞进来 红方直接选择打炮 确立胜局 得子胜定 那走到这儿呢 赖里兄就投子 人负了 接下来可能有什么变化呢 我们扩展一下 分析一下 欣赏一下 这里黑方丢子 已然投子 那么现在抓着马 打着鞠 如果要走下去 只能是回马连环 红方即可甩鞠 从侧翼攻杀 黑方无奇可斗 假设冲个足 红方呢 就僵一下 再选择抓鞠 精妙顿挫 然后选择平炮将 你现在老将进不去 也不能躲鞠 否则我平鞠 就要僵死你 你只能塞进去 这样呢 进鞠叫杀 再走一个顿挫 然后选择篡位马 准备形成鞠马炮的 侧翼攻杀 黑方如果想突袭 红方回马即可 黑方如果选择准备叫杀 但红方截足先登 浸泡一将 再选择退居 绝杀 无解 这样赵欣欣击败越南齐王赖礼兄 与郑为同会师决赛 中国队包揽冠亚军 哦 感谢观看